这颗罗汉松是用铝线来捆绑过 之前是全面的捆绑了 捆绑以后现在这种的话就是长出嫩鸭了 现在长出嫩鸭的话等它变成木计划以后 我们还要收进来 如果说这个机条这个面积太少了 我们还要给它不断的去扩大这个云塔 就像上面这一塔一样 这一塔的话它本来的话它的机条比较多 树上的话做出来的话这个看起来比较饱满 看起来也比较好看 但现在中间这些的话就是长出来 长出来的话我们以后长长一点 长在木计划以后往里面去收 收完整体以后现在边边这种的话 改剪的话就剪 右边的话也是往里面去收 让整体的里面的话这个 弧心的话更加的饱满 但整体的话每一塔的话 全是用鲁线来捆绑来做的 包括这个顶端 这个顶端的话之前我们收的顶 每一个机条的话都是用鲁线来捆绑 有很多朋友说怎么样做 像中间这些的话都是能够看到 看穿过去的话 证明这个机条是不够的 很多的机条是要等待养护 养够多的话才能够更加的饱满 就像边边这些的话它是往外面长 但我们的话里面很多的位置还是空的 还要收进来 给它收进来 像这个机条一样 这个机条到时候的话 还要往里面去收 就是让它里面的话更加的饱满 现在每一塔的话它这样在长 像这种的话还要收 就是做了以后 我们要长时间给它去修剪 还有的话就是要松开铝线 一般正常松开铝线的话 像这种的话 我们到销松开以后 如果说这个塔大概的大的面积的话 已经够了 我们就不用矿大 如果说像这种小塔的话 还要矿大 还要不断的去掌扎面积 把这个铝线放大 这样子的话就会变得更好看 这个就是比较矮一点的 几十公分高 像腹部高伤一样 一塔一塔上来的 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喜欢像这种类型的